由于一切诸行 如患 七狂小儿 是英语 不自在不救诸法 诸佛如来 说法度众生 有个必须 这必须是佛说的 如什么呢 如黄叶之体 小孩 在哭啊 在叫 在闹啊 佛说法就是什么 地上剪一片落叶 树上秋天 树叶掉下了黄色的了 告诉小孩 这是黄金啊 很值钱的 拿去买糖吃 别哭别哭 他就不哭了 叫黄叶之体 这就是什么 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说法 干什么 黄叶之体 你得到佛法了 效果真有啊 你这果然不哭了吗 不就成功了吗 你就晓得 佛法是什么性质 佛法也是假的 哪来的佛法了 因为你在迷 帮助你破迷开悟 这个法叫佛法 你得你救悟了 救出法就没有了 好比你有病 我拿药给你吃 病好了 药就不要了 病好了再吃药 你不就又吃出病 出来了吧 这就是佛在 薄若经上讲的 法山印血 何况非法 告诉你 佛法不是真的 过活要船 要用船 船是工具 佛法是个工具 帮助你过活的 过活之后 就把它丢掉 不能把船背上去 要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活了 还把佛法背上去 你又完了 你又堕落下去了 你看 这个心地做干净 连佛法也没有 所以真正的道场是什么 第一道场 无比殊胜庄严 释迦牟尼佛的道场 释迦牟尼佛道场在哪里 在野外 山林树下 今天在这 明天在那里 他游牧生活 居无定处 喜欢到哪里 树下一树 日中一时 这是真道场 盖上一个寺院 假的 寺的一些佛像 也是假的 那都是黄叶之体 你怎么明白 这个道理 那么这种庄严道场 是借淫什么人的 借淫粗血的 真正入了境界了 不要了 真正入了境界的时候 就住山洞了 山上就大小毛棚了 确实如此 你看过去在中国大陆 明山宝茶 真正修行人都不住在寺庙里头 寺庙周围 大概走路半小时以上 小毛棚 一两个人住 那真道场 真修行 那寺庙的什么 那是信徒的招待所 那不是有淫的地方 那是借淫大家的 讲经说法的地方 讲经要有人听吧 讲经说法的地方 讲经说法的地方 那经讲完了 住小毛棚 不住这那个地方 修行人的生活 越简单越好